你覺得 Elfin Lake 好看,還是這兒好看? 早上不到九點鐘 把東西裝包離開小木屋,準備登山了 《燈酒精》 保安,居然找見著《走法維修員》 瞭歷,我們妳可以保持疫調的正常 對這樣,對這樣 现在我们在visit center已经准备完毕 开到里边的这个停车场 我们就可以锁车 拿上自己所有的背包 开始正式的登山了 等一下等一下 徒步录音开始前 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徒步的计划 和相关的信息 四个晚上 我们将会在公园内的三个营地扎营 整个路线上一共有七个营地 分别可以看到下边这样的景色 它们分别是 Kinney Lake Whitehorn Emperor Force Mamote Berg Lake Rail Guard 和Robinson Pass 徒步距离上 例如第一天我们要去的Kinney Lake 大概是七公里的距离 而第二个晚上 我们要去到的Robinson Pass 则是距离停车场 有23公里 但这只是距离 海拔高度爬升 则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得到 对体力有相当挑战的是 营地2到营地3的这一段距离 很短 但是其间有1700ft爬升的高度 四晚五天的徒步安排 是第一天到Kinney Lake营地 第二天直接上到最后一站的 Robinson Pass营地 第三天 在那里继续前往后边的冰川 徒步下午再回到营地 所以我们将在营地7居住两个晚上 第四天开始折返 会在Whitehorn居住第四个晚上 第五天返回停车场 在当天开车返回温哥华 这个难度对于登山的老手来说 当然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我这个新手则是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和普通开车去营地露营的方式不一样的是 徒步露营需要个人携带非常多的物品 首先是三大件 背包 帐篷 和睡眠系统 睡眠系统又包括了隔寒隔潮的睡垫 保温的睡袋 和睡眠的枕头等等 其次是食物跟水 炉具 餐具和五天一个成人所需要的所有的食物 都需要个人携带 五天的饮用水 在公园内只能通过河水 吸流取水 通过自行烧开 或者过滤的方式 才能够饮用 除此之外 像相机充电宝头登 手机卫星电话 换洗的内衣裤袜子 着装登山鞋 甚至手指和防熊喷剂 也是徒步露营必备的物品 所有这些最后都需要装入到 露营者个人的背包 伴随接下来的五天的全程 而且全程是不可以扔垃圾的 你产生的任何的垃圾 除了如厕的垃圾 最后都需要你自行带出公园 介绍完这些 我们就可以开始第一天的录影vlog了 跟大家正式打招呼 我是游藏 这是 我们现在在 Berg Lake的入口 走吧 今天我们走的第一段会从营地的入口 走到哪一站? Kinney Lake 一个湖边在那扎营 阿盛应该不会超过了一百米 你怎么会走到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这休息一会儿 非常好的一个休息的地点 现在走了三分之一左右 在这个位置休息一下 会准备一小袋的零食 边走边吃也好 休息着吃一下也好 这个位置很漂亮 这个景色什么感受? 震恨 来加拿大多少年了? 十二年 是不是十二年里最震撼的? 确实是见过最震撼的景色 还有一个震撼景色 UBC Rack Beach 里面全裸的海滩 也很震撼 心灵的震撼 一个人都没有 全都是我的 哇 好 那么 好 吗 是 你觉得 Elfin Lake 好看还是这儿好看? 你当我虾呀! 你当观众虾呀! 这边是这么大的一片湖 那边有雪山 哇! 哇! Holy Shoot! 骂脏话的美! 我们要去湖那头的Campside 去到那个位置 终究就有一道要爬坡了 看那边那个景色 Trail 还是一般的Trail 但旁边的景色就不是一般的景色了 他们两个体力比我好 我总是走得很慢 走得也比较喘 我们终于下来了 我们已经到了 前面就是Shelter 那边你可以看到雪山 这边整个都是湖面 旁边零零星星 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可以扎营的地方 那边就可以扎营 第一晚的营地 Kineo Lake 那我们精挑细选之后 为什么选这个营地呢? 原因是这边 雪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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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标是干嘛用的? 这个标是每一个帐篷必须得有一个标识 允许你在这儿挂 Mount Trobson 其实它都写你住几晚到几晚 然后先住哪后住哪都会标在里边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半的时间 我们第一天的营地扎营完毕 帐篷扎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物品 背包衣服都放到帐篷里边去 就可以在这个营地开始活动一下下了 第一天的营地就这样 报告老师外边有两个人在装逼 你们装够了没有? 轮到你了 好了我们马上要出去 卫星电话 Garmin 的微星电话收到短信了 差不多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 给我们三个出来玩的人的紧急联系人 发一条消息报个平安奖 给大家展示一下两居室好不好? 现在我坐的是连续的躺的空间 它的sleeping pad 和它的所有的物品在这边 那这边是我的一半 在这烧个咖啡 现在大概是天黑之前 然后四五点钟 然后我们要到这边来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上回讲的 让熊够不到你的食物的这个动作 来露营的人把自己的食物 放在这里边 除非熊能够聪明到把手伸进去扭一下 否则也是够不着 我感觉吧这块到不了谷布 这个就是我们来的路 但是这条是直接下去的 继续往歪了走的路 你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吗? 我知道 是吗? 可以用来买粉丝 因为它长得像粉丝 不对 这个东西干燥以后是特别特别好的 那个点火的东西 干了之后 干了以后很引火用 因为它太阳一晒 人很容易干了以后用引火用 非常方便 走了一条基本没人走的路 冲着瀑布那个方位走 声音变大了 厉害厉害 真的让我们找到了啊 听着声来就在这 下边的话就这么流过去了 我不是说要去做了吗 我不是说要去哪里 你们都想到 在这场道 pues 我已经吃了 安全的健康 啊 那就是 连续太疯了 他看我的GoPro拍了水下的视频 他也要试一下 我主要是从里面捡 泡泡的 慢泡泡好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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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走到这 就不往下走了 步步在后边 这块不太安全 他已经爬升了一个高度 能看到后边的湖 回去 可以看到我们营地后边的全貌了 山顶 天气如果晴朗的话 所有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黄色的绿色的蓝色的 雪山的 或者是山上边地形的地貌的颜色 都会完全不一样 期待我们后几天会遇到晴天 回来的时候希望能看得到 那天气也冷了 跟这边说再见 回帐篷睡觉去喽 然后一点点垃圾产生都要收起来 所以吃完的东西你必须要把它拿回你的背包 走了 终于回到帐篷里边了 外边雨稀里哗啦的 听 之前是测试了一下我的睡眠系统 现在是真正要进入睡眠 睡袋 睡垫 枕头 保温 外边的测试条件极其的真实和残酷 直接就开始下雨 直接就开始下雨 今天白天很给面 没有下大雨 零零星下了一些雨 到现在夜晚降温 外边温度降得特别低 也降得特别快 就直接开始下雨 帐篷外边都有雨的声音 我们就祈祷着帐篷不要掉任何的链子 然后我们的温度足够保护得住 撑过今天晚上就可以看到第二天Vlog了 第一天就这样了 明天再见 拜拜 现在外边雨下的还挺大的 甚至有一些风吹草动 帐篷迎风飘舞 心情有一点坦重 再就是保暖的问题 这个睡袋的话 直接拉上给大家看一下 全部拉上的话就露这么一个小脸 因为我现在还得拿GoPro 所以这样 主要就是为了一个保护夜晚的温度 能够扛到明天早上这样 像不像一个熊猫 完成第一天最重要的挑战就是 没办法了 半夜里一定要上一次厕所 外边雨还没有停 小一点了 然后很冷 所以把能穿的全穿上 以及带着头灯 我们去找厕所去 男人一般不会是相约一块上厕所 但这个条件必须相约一块上厕所 你先出 然后留这个过来 走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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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开始了 第二天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 体能跟热量被多做好 撞山不可怕 谁胖谁尴尬 大概有16公里左右的一个登山 感觉已经累了不行了 一定不要来这个公园 无论谁忽悠你有多美的景色 也不要来这个公园 这是我最后的倔强 练习鬼 乱戴 柠檬 转 Rao 转 上游